好的 觀眾 繼續帶您關心精華塵案的最新進展 其實就在今天早上 檢方是針對應小薇以及吳順明 這兩個精華塵案的相關人士來進行提訓 那麼在中午的時候 應小薇是率先搭乘求車來返回到北索 那麼吳順明的部分 不曉得是不是檢方有一些特殊的考量 所以說其實在這個提訓結束之後 在今天下午的5點才會讓他來搭乘求車離開 至於說今天下午呢 其實有提訓另外一名被告 也就是這個朱雅虎的部分 那朱雅虎呢 我們可以看到他今天走下求車的時候 狀況看起來還是略顯憔悴的 畢竟朱雅虎在這整起案件中 真的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縱觀今天的提訓的對象來看 其實在精華塵案裡面 似乎都是扮演著白手套的角色 所以說今天檢方的這個提訓目標 會不會是跟昨天約談的這個 少秀沛的一些證詞有關呢 這個都值得我們再繼續來關注看看 那麼接下來呢 其實今天這個 我們剛剛講到的朱雅虎 所以說現在 省慶經的部分大家也非常關心 因為先前就傳出省慶經的身體狀況 似乎是每況愈下 而且呢在10月1號的時候 是傳出5度的來緊急就醫 那當時呢是傳出這個省慶經呢 還要住院 那昨天呢 根據這個平民媒體報導 省慶經在昨天呢 身體狀況一次又出了問題 而且呢還緊急的來進行手術 不過手術之後呢 這個狀況似乎有回聞 那麼現在呢 也已經回到了台北看守所 來繼續進行積壓 那麼他的病因現在也曝光了 傳出呢 就是因為多重的這個細菌感染 導致呢 他當時呢 有發生一些像是全身抖動 上吐下瀉這樣的一個情況 狀況是一度很危急 他在國助教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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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